大家好,这里是原来戏函 一个介绍各种古怪知识的频道 今天我们要谈论的是台湾汽车业的故事 特别是玉龙汽车和现代汽车的创立背景 以及当时的台湾汽车业状况 1960年代,台湾的经济开始快速发展 当时的政府也积极推动工业化进程 这个时候,台湾汽车业也开始了它的发展之路 玉龙汽车和现代汽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的 玉龙汽车成立于1953年 当时的董事长是王永庆先生 这个时候,台湾的汽车市场还很不成熟 国产车的质量也普遍不高 不过玉龙汽车还是抓住了这个发展的机遇 现代汽车则成立于1967年 是韩国的一家汽车制造商 当时的韩国经济也正处于快速发展期 政府也积极推动工业化进程 现代汽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长起来的 当时,台湾和韩国的汽车市场都是处于初期阶段 政府对汽车业的福祉也十分积极 不过在这两个市场的竞争中 现代汽车最终成为了赢家 而玉龙汽车却始终无法脱颖而出 为什么呢? 让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吧 受政府扶植的开端 玉龙汽车和现代汽车在台湾的发展历程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来深入探讨一下 为什么玉龙汽车没有像现代汽车一样 走向国际市场呢? 其实,这与当时政府对于台湾汽车业的政策有很大的关系 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 台湾的政策主要是以进口代工为主 并且鼓励国产化和本土产业的发展 这个政策导致了玉龙汽车无法像现代汽车一样 进行大规模的海外投资和国际化 除此之外 当时台湾汽车市场的质量也存在很大的问题 台湾的国产车虽然价格便宜 但是品质普遍较差 而现代汽车在生产过程中 强调品质和技术创新 这也是他们能够赢得市场的重要原因之一 另外,台湾和韩国在当时的国际经济中也处于不同的地位 韩国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 这使得他们在生产汽车的成本方面 有着更大的优势 而台湾的经济资源相对较少 这也限制了台湾汽车业的发展 总的来说 玉龙汽车和现代汽车的发展历程并不完全一样 当时的政府政策 市场需求和国际经济环境 都是影响他们发展的重要因素 不过,玉龙汽车仍然在台湾市场上 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 他们也在不断地努力和创新中 希望有朝一日能够走向国际市场 现代汽车的崛起是 现代汽车如何成功突破亚洲市场 现代汽车的崛起是一段令人惊叹的故事 在面对亚洲市场的激烈竞争时 他们究竟是如何成功突破 并成为全球知名品牌的呢 首先 现代汽车的成功要归功于 他们在产品品质和技术创新上的投资 在创立之初 现代汽车就将品质视为最重要的核心价值 将不断改善产品品质作为企业最高的使命 而且 现代汽车对于技术创新的投资也从未停歇 他们持续不断地开发出更加环保 节能和智慧化的汽车产品 进一步提升了品牌的形象 其次 现代汽车的市场策略也是成功的关键之一 他们非常注重在亚洲市场建立强大的品牌形象 并投入大量的资金进行市场推广 例如 现代汽车在中国市场投入大量的资金进行广告宣传 并且提供具有中国特色的产品 这样的市场策略让现代汽车在亚洲市场上 最后 现代汽车的全球化战略也是他们成功的关键 他们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了强大的生产和销售网络 并积极投入新兴市场 这样的全球化战略不仅提升了现代汽车的品牌形象 也让他们成为全球汽车产业的领先者 总之 现代汽车的成功充分体现了产品品质 市场策略和全球化战略的综合优势 育龙汽车的困境 分析育龙汽车在经营上的问题和困境 现代汽车的成功确实让人惊叹 但与之相对的是 台湾的汽车产业却一直处于困境之中 特别是育龙汽车 作为台湾汽车产业的代表之一 却一直无法走出台湾 成为全球汽车产业的领先者 那么育龙汽车在经营上 究竟存在哪些问题和困境呢 首先育龙汽车在品质方面存在严重的问题 相比现代汽车在品质上的高度重视 育龙汽车似乎并没有太多的投资汉重视 育龙汽车的车子经常被人嘲笑为铁皮包钱 而这也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消费者 对育龙汽车的信任和购买意愿 其次育龙汽车在市场策略上存在着较大的缺陷 相对于现代汽车在中国市场 投入大量的资金进行市场推广 育龙汽车似乎更多的依赖便利商和分销商来进行市场推广 而这往往会导致产品形象的损失和市场规模的缩小 再次育龙汽车在技术创新和研发方面相对之后 相比现代汽车不断的开发出更加环保 节能和智慧化的汽车产品 育龙汽车似乎更多的依赖于现有的技术和产品线 缺乏新产品的研发和创新 最后育龙汽车在全球化战略上也显得不够积极 相比现代汽车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强大的生产和销售网络 育龙汽车似乎更多的依赖于台湾本地市场 而这也往往会限制企业的发展空间和市场规模 结语 在本次的影片中 我们介绍了台湾汽车制造业的历史和现状 我们看到 育龙汽车和现代汽车都是在差不多的时间内开始设立 并同样得到当地政府的扶持 然而 现代汽车评级着持续的投资 市场策略和全球化战略 已成为世界顶级的汽车制造商之一 而育龙汽车仍然无法走出台湾 我们分析了育龙汽车在经营上所面临的问题和困境 包括生产成本高 技术研发不足 品牌影响力不够等 我们也探讨了台湾汽车制造业被韩国等其他亚洲国家超越的原因 其中包括市场策略 技术投资 全球化战略等方面 最后 我们呼吁台湾政府和汽车制造商加强竞争力 发展更有竞争力的汽车产业 只有在这样的努力下 才能使台湾的汽车产业在国际市场上展露头角 成为全球领先的汽车制造商之一 谢谢大家收看本次视频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或者想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与我们交流